朋友们好 这几天自从发了那个人用药 给鸽子治病之后呢 和预防 有很多朋友就问我 那个球虫该怎么样治 大肠杆菌 或者是沙门氏菌该怎么样来治 我们今天就来分享这个沙门氏菌 和大肠杆菌啊 因为球虫这边 然后就是私信我的朋友 还是没这个沙门氏菌的多 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沙门氏菌 我一般的都是用这个 盐酸 环饼杀星 这个药啊 有的朋友就说人用药用量太大了 对鸽子伤害大 我们正常成人来用的话 就是两遍起 一天 吃两次 一次就是两片至六片 正常是五六片 鸽子来用的话呢 就是 早晚鸽半片 就是连续吃个 五至六天 对水的话就是一片 一升水 这个量不大吧 一片一升水 一升水的话 就是仅供他们喝 两个小时之内喝不完也就拉倒 有的朋友就是纠结这个喝水的这个问题啊 说我就十只鸽子该弄多少水 你如果真的不知道弄多少水的话 你就弄个三升水三片 打个比喻来说这个水他是 喝不了吧 两个小时之内喝不了直接给他倒点 这样好 对好稀释对不对 盐酸 环柄杀星 这个就是治疗 大肠杆菌 和沙门氏菌 也 附带着治疗那个医院体 但他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个 比如说阿奇梅素啊 丽君沙 还有那个 罗虎梅素 他们治呼吸道专业了 所以说意思就是说这个治呼吸道它只是附带的 朋友们可以买这种 一定要看好规格啊 0.25 如果本地的这个药 很贵的话 真的你就没必要去买 我们 买这个药呢就是说几块钱啊三四块钱 5块钱左右 它这个里面是石片装的 我们把这个药给拿出来 你如果都很贵了还不如买割药呢 割药 割药哪能不好使对不对 割药肯定好使就是说 我们鸽子要比如说着急呀 去买这个药给他用 当场割药是来不到的嘛对吧 可以用这个人用药来代替 割药它肯定是比人用药贵我认为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一直就是没有用割药的原因就是 但是我这边呢他们这个药都很便宜呀 比如说那个 假药做啊 一罐是100片100片的话 几块钱 6块钱说的 它药店里面你左右药店它都价格不一样 那边卖7块这边卖6块 这个都有的 所以说下药价的 如果便宜可以去买 要是贵的话就没必要 真的 朋友们这都记住了吧 回头我把这个 小图片 下载过来的也分享上来 这个是 信格协会那个官网上面人家 弄的 咱不是说哎呀 悠悠你又在那里瞎讲 教歌友们乱用药 其实有很多人他都是卖歌药的 我这一弄脸弄的好像就是 对他的歌药有影响的 还请朋友们 给悠悠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好